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秦擒接到賤書 知道李源霸就要來救家 大吃啊! 就跟徐茂公商量對策 徐茂公想了一下就說 看來分軍揚廣棄素未盡 這次續他不倒 我們能夠保存自己的兵馬就算萬行 幸好還有個救星 於是就叫了黃伯當來 叫他去太原的大路之上 在伴佬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黃伯當領了命令立刻起程 秦擒、呈吼金他們這樣才抹了一額汗 這些就不說了 話說這一日 李源正在書房看書 忽然間聽見大唐傳黎夫叫 聖子到!李源!李源霸接子! 李源連王吩咐準備香案 叫李源霸整理好衣冠袋 立刻出對大唐跪下摺子 任差高聲宣讀 奉天成運皇帝趙約 朕衛南行陽州 行至四名山伴 特被群扣左蘭 特急趙李源霸 說 聖夜前往勤王 令道職行 因此 李源和李源霸一齊說 萬歲萬萬歲 扣頭起身 李源接過聖子 供奉在鄉岸之上 正說想請陰差喝茶休息 再設宴款待 但是陰差坐也不坐 他說 皇上盼望救兵很急 不必請趙王早日起程 下官亦不敢多留 馬上要趕回去回覆主上 下官告辭 送走了陰差之後 李源兩父子回到書房 李源說 兒子 你像你奉紫勤王 就不擔角得了 以你的武藝來看 你完全可以去得 不過與敵周旋 軍機進退 就全憑謀略 這層你就亂得些了 所以我決定叫你姐夫和你一起去 有什麼事 你一定要跟他商量才好 你這次去救家 有件事我要吩咐你的 就是 就是 呃 爹 為什麼你想說又不說 什麼事 你立刻就要起程 這件事不便跟你詳細說 等 等 等以後 呃 好了 你去後堂拜別母親之後 就起程 孩兒遵命 那李源八就回到後堂 今天李淵一接到聖子 說要李源八去救家 他的心就打過特 他立刻就想到秦庆 先頭他想將當年的事告訴兒子 但是說話來到口唇邊 他又吞回落土 因為他又想到這些 乃是國家大事 楊廣是軍 自己是神 如果說了給兒子聽 叫兒子 圍護著秦庆來報答他當日相救之恩 那就變成為師而不忠了 所以他忍著沒有說給兒子聽 這秦庆對自己全家救命之恩 怎麼都要報答的 不能忘記 直接叫兒子放過秦庆 就叫做不忠 只繞個圈 鬱鬱路就沒事 於是就想到叫女婿柴少跟上去 一來 在謀略方面可以幫李源八 二來在這件事上 由他來點醒兒子 這樣就完成了 公司也照顧到了 李宇叫僕人請柴少來書房見他 很快去柴少到了 岳父 叫小婿來有什麼事 賢婿坐 剛剛有聖子到 叫我元八十萬火急趕去四明山 退賊救假 他年紀細小 不熟悉謀略 所以我想你和元八一齊去 凡事你都要指點一下他才好 小婿遵命 還有 我知道恩公秦叔保在雅江寨 元八不明底細 這件事 我也希望嚴世你留意 我們不能辜負了秦恩公往日的大恩 是 小婿會隨時留意 請岳長放心 我知道你做事穩陣 有你和元八一齊去 我就放心 元八進去內堂 和他母親辭行 你也快點要執拾一下 是 小婿去吧 話說李渊的妻子姓窦 很信佛 在內廳旁邊有一間佛堂 他平時都在那樹墳香念佛多 這時候他剛剛念完佛 喝過香茶 坐著閉目養神 李元八噔噔噔聲 進來叫一聲 媽 夫人睜開眼一看 見到李元八全身披挂 站在面前 奇怪 咦 兒子你穿上盔甲 想去哪裡 媽 你不知了 因為皇上去游揚州 被一班反王困住在四名山很危險 下了道聖之泥 叫孩兒立刻去救家 所以穿好盔甲準備起程 現在來和媽媽辭行 是啊 啊 兒子呀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家反王作犯呢 哦 孩兒看過朝報 都還記得幾家的 有哪幾家呢 喏 河北李子通 山後劉武洲 上周高潭省 雅剛情咬甘 還有很多 夫人一聽李元八噔 說出雅剛情咬甘 心就啵啵 猛跳一下 她想起的人 跟她丈夫李渊想的一樣 李渊不敢直接跟兒子說 這夫人就不怕了 她說 行了 你不用再說了 兒子我問一聲你 雅剛有個秦琴秦叔寶 你識不識啊 不識 那媽媽今天告訴你 你聽了 老夫人指著神位旁邊掛著的一幅人物畫像 兒子 你過去看一瞎 幅畫上面的人呢 就是秦叔寶了 哦 李元八走過去看一瞎 只見畫上面畫著一個大漢 看革虎容 虎背懸腰 頭戴平頂卷蟬粒 身穿藍布衣 面齒淡金 劍眉虎目 三樓短短的鬍鬍 搜集一對金裝簡 身旁還有一匹黃標馬 畫前面的神台有個牌子 上面寫著 恩公秦叔寶長生六位 媽媽 這個就是雅剛仔的秦叔寶啊 是啊 蛤 我以為這個什麼神聖 媽媽每天都在莊香拜祂這麼神心 原來是個賊禮 媽媽也沒有解 這個人拜祂做什麼 不如撕下來了 兒子 不准你亂來 她是我們全家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她對我們李家有什麼恩 你過來坐下 讓媽媽告訴你 於是老夫人就將當年李冤被貶 離開長安去太原上任 路經臨銅山抓樹江 遇到蒙面賊人劫殺 危急萬分 幸好得到秦叔寶搭救的經過 告訴李元霸 李元霸聽到就如夢荒醒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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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當年沒有她搭救我們全家 那我李元霸都不知道在哪裡來 怎麼能夠平安出世 秦恩公在上 受我李元霸一拜 你的大恩大德 我永世不忘 李元霸在秦琴的畫像前面 幸福卡尼 Official vra belli 故事突然跪下 公公敬敬敬敬敬敬敽 夫人又交代柴兆几句 之后 李玄霸柴兆和夫人扣过头告别 就走出佛堂 带着十几个家丁家长 起程就赶去四名山 他们晓行耶稣 急急赶路 这一天 路经一座树林仔 在树木掩影之中 见到有个人站在树 大声地 喂 喂 喂 这样叫 又对着柴兆猛地入手 柴兆勒定马 仔细看一看 哈 认得 原来是黄白当 知道必定有文章了 就叫李玄霸和家丁家长行先 自己一圈马跑过去树林那边 滚安乐马和黄白当相见 哎呀呀 白当兄 几年没见面了 各位弟兄好啊 大家都好 叫余兄赶来问候盐底你 哈哈 起敢起敢 白当兄 这次我扯仔李玄霸 这次我扯仔李玄霸凤子前来救驾 他力大无穷 勇不可当 哎 我就怕他伤及瓦江弟兄 就不知怎算好了 实不相瞒 徐君师料事如神 猜到盐底你必定会来的 命令我来到这树等候和盐底你见面 商量一个保存瓦江弟兄的计划 这样啊 这样啊 那 白当兄 你回去和徐君师巡异过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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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没事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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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没错 没错 多谢燕帝指教 余兄告辞了 请 后会有期 请啊 那大家上马 黄白当我运小路走了 柴兆加多两边 飞快地追上去 李玄霸问 姐夫 师徒那个是什么人啊 哦 那个怕是发神经的 哈哈 入手入脚 威威威地叫 等我过到去一看 又不见了他了 我找了一阵都不见人 哎 不用理他的 走了一阵间 柴兆吩咐那些家丁家长在前头行先 自己是和李玄霸墮后一泊行 他说 四口 什么事啊 姐夫 在返皇当中有瓦江宅的人马 瓦江有个秦宿宝 你知的了 知 他是我们李家的大恩人嘛 临行那时 妈妈告诉我 叫我不要伤害他的 没错 不过还有 秦恩公是最重疑气 如果伤害了他的朋友 就好像伤害他本人一样的了 我看过一张图 秦恩公的样子我认得 知他的朋友我一个都没见过面的 打起来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他的朋友 怎么知道谁打得谁不打得 他的朋友都有记认的 没见过面不懂都不会认错的 是吗 他就赶路而去 到了第二天下午 就赶到龙州庭泊的地方 李世文立刻上岸迎接 一见到面你 原霸好高兴 二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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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好嘛 好 贤弟好 姐夫也来了 是啊 姐夫 贤弟 爹娘喜居安康 爹娘安康 贤弟你这次来大战众家返王 我有件大事要祝福你的 是不是 是不是秦恩公的事 什么贤弟已经知道了吗 阿妈跟我说过了 那好 千万要小心在意才好 知道了 知道了 贤弟 姐夫 你们跟我上龙州拜见皇上 徐阳帝见到李元巴来到了 好欢喜 赐遇酒三杯 命令他明天就发兵 和纵返王交战 花开两朵角表一枝 现在说一下 程咬金 徐茂公 和秦叔保 雅刚仔的人马 他们 一得到黄百当回报之后 就留夜通知其他 十七家反王 和六十四处燕尘的人马 都转移到后面 四面八方 都由雅刚仔人马把守 你赵祖 李元巴来挑战 程咬金 召集仲弟兄来到中军将 程咬金说 今日 分军阳广 召了李元巴来到解围 香港此人用不可当 我们不出面 去顶一顶又不得 真是欲罢不能 现在由军事安排 可以保住各位安全无恙的 军事 你说 徐茂公说 这次我们得到假楼店结拜兄弟柴绍的帮助 已经定下计划 今日我们各弟兄出战 每人头上插黄旗仔一面 李元巴就不会打的了 大家可以担保无外的 大家听了都松了口气 齐声说好 陪元兄不高兴了 他说 慢点 我不睡了 都没打过 怎么知道哪个强哪个弱 分事 那个李元巴有什么惊人的本事 你又怕得他这么交关呢 培元帝 李元巴的英勇 莫说我们雅刚 就算是普天之下的英雄好汉 也没有一个比他聪明 我不信 说他天下无敌 我看都是遥传来的 为什么要看得我们自己这么散才行 不要这么说 一点都不是谣传来的 到时你就知道了 秦宿宝听令 再 头插王旗先打头阵 得令 秦宿宝去了 跟着徐茂公典黄白当 刘俊达 并进打 张公紧 史大内等等一帮弟兄 投插王旗 分各路小心迎战 最后 徐茂公典 陈元兄听令 他就算是天下无敌 他就算是天上的交龙 我亦要打断他的角 打断他的爪 叫我插王旗 真是将他人志气灭我的匪风 我 不插 程鸥甘出声 陈元兄 我的好口子 这么硬颈不行 拿支王旗去插 多谢主公和军师这么好心 我主意已定 心肩如天 看着我骑开得胜 打赢回来 讲完 头都不会 蹬蹬声的走 徐茂公程鸥甘 没有他收 唯有拧拧头 叹口气就是了 话说李元霸 点起几千人马 来到四名山下 摆开阵洗 一马直冲到战阵中心 当头就是秦宿堡 手执斧头斩金枪 腰横金庄简 大喝一声说 来将是不是赵王李元霸 没错 你是谁 我乃是云世魔王辉下 大将秦宿堡 李元霸 窒了窒 他想 不怪得看上来这么眼熟 原来就是恩公 我军命在身 不便说明他知道 好 等我炸败避开他 秦宿说 李元霸 分君无道 天怒人怨 你还保他做什么 不如归航 我们雅刚 更好 不必多说 放马过来 李元霸 看一枪 秦宿一枪刺过去 李元霸 也不招架 将我身一扭 就避开了窗尖 去房一脱就说 我不同你打 圈马就走 秦宿想了 咦 人人都说李元霸 好厉害的 为什么见了我打都不打 就走了去呢 嗯 难道他也知道我秦宿的本领 使得 好 等我跟着他四围看看 看他的武艺究竟 怎么才能 于是拍马就追着去了 李元霸 拆马去到东边 被张公锦 和史大内拦住 一看 两个人头上都插着 黄旗仔的 知道是恩公秦宿宝的朋友 不打得 回马又走 走了没多远 撞着秦宿騎马赶到来 秦宿举枪就刺 李元霸认不出声 举起相随 轻轻招架 秦宿左一枪 云横秦领 右一枪 长红观日 朝朝都用足起力 李元霸只是招架 豪不还手 不断打了三几个回合 他又是虚仿一锤 向着南边冲去 冲到去 遇见尤俊达和黄白当 拦着去路 头上又是插着黄旗仔的 又是不打得 回马没多远 又撞到秦宿宝 唯有嘉嘉伊又打几个回合 打完又走 如是者冲这边冲那边 四面八方 冲到数数都是投策黄旗仔的 李元霸认 哎呀呀呀 为何恩公的朋友这么多 那我怎么打 及至回过马来 又是撞到秦宾 没法子 唯有撇开秦宾走 秦宾和李元霸交过几次手 看到李元霸好像没什么力 我心想 李元霸都未必真是那么聪明 等着 等我捞好个机会 一枪刺死就算了 话说李元霸左冲右突 都找不到可以打的对手 又整天都撞到秦宾 心就很烦躁 他想 这个秦宾公亦太过不懂事务 我一尾让他 他一尾四围拦住我 你想碰他 李元霸一吹马 向着西边跑过去 看到秦宾又来了 秦宾这次真是想拿李元霸的命 羽打梨花凤凰三点头 斧头斩金枪 朵朵枪花 直刺李元霸 头空腹三处要害 玩真的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下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